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当天的lucky number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考试 幸好我们提前看到它了 来看一下这么生硬的文章 我们如何从中找到答案 来 一文化缓での対話を議論する時に 必ずと言ってよいくらい出てくるのが 価値観の理解と共有である 議論する時要去讨论 在异文化之间的对话的时候 必ずと言ってよいくらい ぐらい表示程度 告诉我们 必ずと言ってよいくらい 这个部分先不要管 其实就是出てくる 会出现的 怎样会出现呢 几乎可以说是一定会出现的 一定由于可以说是一定 ぐらい表示程度 几乎可以说一定会出现的 是価値観の理解と共有である 价值观的理解及共有 共有共同拥有 他者と対話を通して 人間関係を充立していくには 自己の価値観を保存したままで 他者の価値観を理解するという 方略だけでは十分ではない 他者との対話を通して を通して 什么意思 透过 透过和他人的对话 人間関係を充立していくには 当然に わ的に表示目的 要 要透过和他人的对话来 建立人际关系 然后面 実行の価値観を保存したままで まま 他まま 是什么 维持原状 维持一个不该存在的 或者是存在很奇怪的状态 就这样子保存自己的价值观 来理解他人的价值观 有没有 実行の価値観を保存したままで 他者の価値観を理解する どういう方略だけでは十分ではない だけで 如果只有这样子的策略 那是不够 只有怎样的策略呢 只有保留自己的价值观 来理解他人的价值观 有没有 所以为了要 透过对话 建立人际关系 如果就只是保留自己的价值观 来理解他人的价值观 这样的一个策略 并不足够 并不充分 来继续 好 来看 総合的な働きかけを通じて 何か新たな価値を共有することが要求されるのであるのである 表示说明 所以这句话是说明前一句话 前一句话讲了什么 记得吗 有没有 所以是怎么样 所以前面讲了 并不是我 继续拥有我的价值观 而来理解你的价值观 这个叫什么 绝对性的 所以等一下后面会有相对话 好 所以 要求怎么样 要求透过相互底 働きかけ是一个不容易翻译成特定中文的一个词汇 它本来是动词働きかける 给予某种力量 进行某种影响 所以有的时候是影响 所以这边透过相互的影响可以啊 那什么叫影响呢 我影响你你影响我有没有给予一种力量 我影响你你影响我相互的影响 相互给予一些力量不就是互动吗 也可以嘛 所以透过相互的影响 透过互动 共同拥有某种新的价值 好 到这边还不会没关系 因为接下来 snowage snowage也就是 是属于换句话说类的 截取词 所以 后面的内容 就是把前面的东西 再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 名字からの 価値感を相対化し 新たな価値を 台湾という共同作业を 通して作り上げ それを共有していく态度が 必要なのだ 也就是 其实需要某一种态度 好 那前面就是来修饰态度嘛 刚刚我们讲了 如果继续维持自己的价值观 理解对方的价值观 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价值观 是所谓绝对性的价值观嘛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产生互动 互相影响 对不对 所以自からの価値感を 收代化し 让自己的价值观相对化 意思就是它变成是一个 可以流动的嘛 新たな価値を 新たな価値を 有欧 台湾 台湾 有没有思路 没有 台湾 どういう共同作业を 有两个欧 为什么 后面有 どうして作り上げ 有没有发现 作り上げ 你可能看不到 它的授辞 在哪 新たな価値 对不对 所以创造新的价值 那前面要先讲 透过对话 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 共同的工作 创造新的价值 然后 共同拥有 其 所以それ指的是什么 新たな価値 共同拥有 那个新的价值的态度 才重要 再讲一次 也就是 需要 让自己的价值观 相对化 透过 对话 这样子的 共同的工作 创造出新的价值 然后 共有这个价值的态度 需要什么什么的态度 好 来 确认答案 币舍によると 一文化管理 台湾を通して 人間関係を築く上で 最も大切なことは 何か 根据作者 在一文化之间 透过对话 建构 人际 关系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 我会得是什么 目的 要 要在一文化之间 透过对话 建构 人际 关系 最重要的是 为何呢 第一 自己の価値観を理解して もらおうとする態度 もらおうとする 意向心とする 想要 请对方 有没有 请 ももも 请对方才有 てもらう 想要请对方了解 我自己的 价值观的态度 第二个 自己の価値観を保ちながら 他社の価値観を理解する態度 就是他说 不行的吗 同时拥有自己的 保持自己的价值观 然后理解他人价值观的态度 这是我们说绝对性的 无法真的理解 第三 他社と事項の共通の 活力を作り上げていく態度 刚刚我们前面没有特别提到这个 ていく 表达了什么 现在到未来 会是一个持续的吗 所以 创造 和他人 当然 和他人一起创造 与自己 共通的价值观 然后你可以创造 他人和自己 共通的价值观的态度 这是正确答案 第四 他社の価値観の中に 事項の価値観との共通点を見つける態度 在他人的价值观当中 找出 找到 Mitzkeru 找到 和自己的价值观的 共通点的态度 好 答案第三 继续看 下面 第四个短文 这一篇相对好懂 对不对 整个感觉是很轻松的 就是 虽然有一些比较逻辑的部分 但整体上是非常白话的 不像前一篇那么尖色 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题目 你看到 请多给他个 一两分钟 本来五分钟 变成七分钟 前一篇 本来五分钟 变成三分钟 自己做这样时间上面的调配 能够把握的 尽量把握 我们六十分 只需要三十分就好了嘛 来 僕は変な人です 我是个怪人 そうでなければ こんな仕事はしてません してません していません 如果不是那样子的话 就不会从事这份工作 他做什么的 看旁边嘛 应该就是可能跟演戏有关的嘛 对不对 可能演艺人员嘛 そして僕は普通の人です 矛盾 但是你要知道 他就是要讲这个逻辑 そして僕は普通の人です 然后我是个普通人 这普通人 其实我们以前在研究方法论的时候啊 很喜欢讨论 这是常人 然后我是个常人 因为常人的另外一对是超人嘛 对不对 だからこそ 正因如此 こそ排除其他 だから是原因 排除其他的原因 だからこそ この仕事 仕事が成立しています 正因如此 这份工作才会成立 特別なものを生み出そうとするとき それがどんなふうに 对不起 それがどんなふうに特別なのかを 普通どういう視点から 見極め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这比较难懂的 就是这个地方 要有点逻辑哦 特別なものを生み出そうとするとき 你看 几乎每一篇都有出现 这个意向形象 想要生出来 想要生出 想要运运出 特别的东西的时候 それがどんなふうに どんなふうに特別なのか 那是怎样的特别呢 普通どういう視点から 見極める 看清楚 見極め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需要从普通 这样的視点看清楚 再讲一次 想要产生出 特别的东西的时候 就需要从普通 这样的視点 看清 那到底是哪里特别呢 有没有 怎样的特别 那到底是哪里特别呢 特別特价 定義を何度も持ち帰るのです 持ち帰る 所以 有一把尺叫特别 有一把尺叫普通 有没有 所以 不断的重复换这个尺 要不断的去重新换 你也可以说换手嘛 左边右边 左边普通 右边特别 不断的换来换去 换来换去 来确认到底 什么样才是特别嘛 そのために 自分の中の普通さを 視習するのです 你看 視習对外国人来讲 很难懂 对华人来讲 一看就知道了嘛 因此 我要死守 有没有 死守自己 心里面的 普通的这一面 好 来看题目 在这篇文章中 笔者所描述的事情是什么呢 1. 普通という視点がないと 特別な物は作れない 要是没有普通 这样的視点 就无法创造出特别的东西 好 一开始就出现正确答案了 其他三个很快看一下 第二 普通の人が普通の物を作ると 特別な物になる 哇 这个这么简单是不是 普通人一做出普通的东西 就会变成特别的东西 第三 変な人が普通の物を作ると 特別な物になる 怪人做出普通的东西 就会变成特别的东西 没有 第三 変な人の視点でしか 特別な物は作れない しかない 只是现在的しか 我们说しか是一个附著词 那他可以放在格著词之后 所以有个で 所以只用怪人的试点 才能 才能哦 しかない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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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人的 視点 才能够 創造出 特別的 东西 好 答案 毫无懸念 第一个 来 短篇文章 到这边 拜拜